司徒副院長 林苑士 蘇州長 各位多賓 同期參加今天的研究研討會 我想我們在做 再次再次做的跟生物的醫學相關的 過去二三十年 我想 師傅我們這個領域 過了幾十年代 就有一些分析會出現 在1990年代 就有它GWAS 然後在我兩千年初期就是Sequencing 最近它 全台最名是AI 我想雖然它名詞不一樣 其實他們共同分享 就是所謂的大數據 Big Data 不過我想要跟各位分享就是說 我想不管是大數據 Big Data Small Data 其實它應該是 有一些是不改變的 我覺得就是說 怎麼去使用它 你需要才先 需要問你要回答什麼問題 因為 Data 只是在另一個地方 它本身不是一個 Science 但是 Science 其實是部分 你要問回答什麼問題 你需要什麼樣的一個 Domain Knowledge 然後你需要什麼工具去回答它 去做解決不管是科學家 或者說做決策整的 它要回答問題 我分享一個 我的大兒子給我 講的一個很小的一件事情 他跟我一樣 從小來講的數學 大學年數學 然後後來跟我一樣到 西亞圖法律大學年生物統計的 PSD 指導管我三級 他在三年前畢業 然後博士現在在東海岸 NH工作 他跟我說那時候呢 就是找工作的時候 西海岸大家知道 美國那個什麼 Google Amazon 還有 Uber 我們都是在線 他們最後呢 但是跟我們說他們 就跟我們說 現在他們都要找那個 統計的人才 回開第二點是 Surprise 快來自相感情 Makes sense 他們可能這些公司 都也知道大數據重要 他們可能把我們的 Apple建立的 Infrastructure 你的資訊的方面 可是網領他們知道 我想這是 not sufficient 比如說 Uber 他們可能要回答問題 就是說如果今天有一個 一個顧客 上車 從這邊到那邊 他想了解 在這個時段 不應該走哪 跑路是這個方面 那他在 data 收集來之後 他其實怎麼會回答問題 這變成一個 specific一個問題 你的需要是怎樣 他做 prediction 其實他又回到 總計的方面 這個知識 所以我是 這是一個小的例子告訴我 就是我剛剛講 就是說我們 大 data 重要的可視 它只是我們整個 過程中的一小部分 那我想各位 大家 各位廖師研究院 是一個 一個任務島上的 一個學術研究機構 我們主要的任務是 希望去用實證的方式 Evolent Base 能夠去 收集數據 然後去回答問題 替政府能夠提供 政策的建言 那這整個過程中 我想這個 幫資料的 收集分析其實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非常高興 榮幸國院跟 衛福部和科技部的 生技醫藥的 設施平台 Port for City的平台 還有我們的 泛華同學會 台灣的Chapter 而且辦這個 研討會 我們非常榮幸 請到國內外 很多部分是 學界 醫界 政府 還有業界 這方面的專家 跟我們分享 他們過去的 成果 經驗 我知道說我們這個 當一開始 這個Announcement 所以說 我們非常穩躍 非常精彩 非常精彩 那 不抱歉 因為還有 要離開要去 為了收集大數據 證取經費 所以可能還有 現在先離開 所以沒有辦法 跟我們在一起 我知道這個 其實剛才看的 這個program 非常非常之精彩 我今晚有機會 跟我們的speaker 在互動 我想可以到時候 跟他們起立 所以這個機會 想在 裕助經濟會議成功 各位非常豐富的收穫 謝謝大家